50万台币你可以搭配出什么样的生活质感 特色的沙发可以凸显出你个人的品味 可以让我们睡眠品质非常好的床垫 跟其梦思是同样等级的哟 其实谁说一定要去定制一个书桌 这样的书桌的造型是不是更能够凸显你的品味 这个气质很轻松 嗨 我是阿可 姐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你买了房子以后 然后手上的预算只剩下50万 那这50万你会用来做装潢还是用来买家具呢 我想问一问你 假设50万用来做装潢 你觉得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先来问艾瑞克 派问快答 50万我觉得应该就是基本的平丁天花板 双链河冷气盆 然后可能一点柜子 好像就结束了 差不多 那今天我就要为姐妹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实际走访了佛山源头家具的工厂站间 然后为大家去搭配50万台币 你可以搭配出什么样的生活质感 一套有特色的沙发 而且不跟别人撞山 可以看出你个人的一个生活态度 还有风格 好 这个沙发很特别哦 一般我们很希望可以在沙发上跳起脚 然后享受个人的时光 对不对 那这套沙发呢 你看它这样胖胖的 其实这里是一个改良的 龟非宜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沙发 会让家里多了一分设计感 而且还有一个实际使用的舒适感 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哎呀我家如果不做很多装潢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因为我们就用这些高颜值的家具 来征服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每天来服务你 还有服务你的家人 让你的每天的生活品质 都是很具体的提升 客厅再搭配上一张大小和室 然后又大气舒服的地毯 让你的家里多了一分温馨的感觉 然后搭配上立登 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空间打造的高手 很多人以为装潢完了以后 家就已经完成了 事实上可能超过你的想象 装潢完了以后 真正会和你天天接触到的 反而是这一些家具 像床啊 床的这个床架 其实是你每天会靠着它 带给你体验 带给你舒适睡眠的 像这样的一个床架 你看它后面有一个柔软的靠包 而且是真皮的材质 会让你觉得更轻敷 然后用起来也更安心 然后每天你就可以在这边 我觉得很棒 就是它的高度刚刚好 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想要的是很高的 其实这样子 我们有时候是靠着边边这样子 手有一个支撑点 然后在这边滑手机看书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多的舒服 不会每次都是脖子 都好像没有什么角度可以去依靠 然后柔软的靠包其实也很舒适 而且还会搭配 可以让我们睡眠品质非常好的床垫 跟喜梦斯是同样等级的哟 看到这样子胖蹲胖蹲的床 还有这样子柔软的床边床框架 就会让我忍不住多看两眼 总觉得回到房间就是应该很舒服的休息 常常在台湾的家具行 看到这样子的设计感的家具 总是质感远观不敢谢万言 因为就觉得一定很贵 但是呢帮大家找到的这一家宝藏店 是让这样子舒服的床架 有设计感的床架 可以跟着你回家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家具颜值够高 设计感到达的话 其实家里的设计 一点都不需要太复杂 一个舒服漂亮 有风格的一个床架 然后再搭上床头柜 旁边呢再摆上一盏立灯 一盏桌灯 其实你的家也可以很美 那墙面呢 其实刷上艺术墙 或者是一个乳胶漆 让它摆脱大白墙的无聊 挂上一幅你喜欢的画或者是白件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房间也可以 非常的美非常有特色 还有床品 一个舒适的床呢 你会没有发现它的枕头都是 就是四个起跳的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枕头 然后搭配抱枕 或者是你有两套枕头 这样搭上你会觉得很多 你觉得很喜欢那种床的画面 都是这样营造出来的 然后再搭上这种素色的床品 然后搭上一些带毯 你家里的高级带毯 你就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就可以简单打造出来 根本不用非常花钱 姐妹还有你在意的绒帽 这个梳妆台可以帮你搭配好 让你里面可以放下很多的 首饰啊 化妆品都可以放进来 还有这个书桌 其实谁说一定要去定制一个书桌 这样的书桌的造型是不是更能够凸显你的品味 然后呢收纳这个桌面是原木的材质 然后呢搭配旁边有很多的抽屉 可以让你有很多的收纳空间 这个气质有提升 有吗 有 好好看喔 当然还有我们的餐厅也不能被忽略 餐厅我们搭配上一张 盐版的餐桌 而且它有圆润的打磨 然后在触感上面摸起来 是非常厚实 而且温柔的 那盐版也会让整个版面是更耐用 不用担心就是 如果我上了热的东西 会去伤害到它 然后这个质感也非常好 然后再搭配四到六张 黑色的有特色的这种餐椅 坐起来很舒服 然后也会让整个空间 看起来有满满的高级感 它黑灰色的纹理跟黑色的这个椅子 来做呼应 就会觉得好像浓淡有致 不会太浓烈 然后又有一种中和的感觉 这个餐桌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是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桌角 有设计感 然后又不会觉得太厚重 很惊喜吧 上面分享到的 无论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真皮沙发 还有两套的床 主家床垫还有床头的柜子 以及书桌 还有梳妆台 嗯 餐椅跟餐桌的组合 全部加起来 送到你的家中 只要50万台币以内 你知道吗 50万可以是冰冷的 只能达到简单 但是50万也可以做到 充满温度 充满质感 让你感到愉悦 而且你可以摸得到 感受得到那一份生活品质 所以如果你也很希望 你的家可以有温度 有质感 有美感 我也很乐意来协助你 陪你一起打造你的家 如果你也希望阿可 可以陪伴你一起打造你的家 把这些美好的家具 带到你的家中 我们的描述栏 有官方LINE AT 你可以加入我们官方LINE AT 然后跟我咨询咯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你最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哪一项家具 好那也欢迎你 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跟你分享 这一些很美的家具 还有怎么样让家 变得美的不可思议 美的不同凡想的好主意 欢迎订阅按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咯 那我们就几天后再见咯 拜拜 Love you